宇宙诸神与人第二章 诸神大战 宙斯为王 6 作者 让皮埃尔维尔南 译者 马向民 朗读者 蓝珊 狄峰挑战王权 狄峰向宙斯展开攻击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斗 跟以往的诸神大战一样 宙斯靠着他内阵山河 击垮一切的能力而获胜 当宙斯用闪电击打低风时 河海中的水往地上漫流 高山则被寄成碎片 甚至连冥王哈德斯所掌管的 死者与黑夜的深渊 也陷入一片混乱 这场恶战 就是低风的两百只火眼金睛 与宙斯的霹雳闪电之间的大对决 以多不足以取胜 最后还是宙斯用独眼巨人那儿获得的武器 赢得胜利 击溃了低风的火光 还有一则译文是这样说的 宙斯在这场王权之战中 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他疏于防备 在宫殿里打起了盹 原本应该无时无刻警戒着的眼睛 也避了起来 低风正好在此时溜进来 发现宙斯放着闪电的地方 打算把他偷走 但是就在他的手正要碰到 那天下无敌的武器时 宙斯醒了过来 立刻以闪电 重重击打低风 这一下子两强对决 混沌之力与奥林波斯之力 到底谁能取得上风 获得胜利 最后还是低风败了 他那强壮有力的手 与腿上的经脉 都被宙斯的闪电震断 他瘫倒在地 被一堆大石头死死压住 宙斯把他丢进黑暗的塔尔塔罗斯 他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还有一些其他古怪的故事 提供了关于低风的不同叙述 这些故事出现较晚 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才开始流传 公元前七世纪 赫西俄德笔下的低风 与我们以下要讲的低风 多少有些不同 这些差距主要是源于 东方神话的影响 盖亚对奥林波斯主神感到厌烦 于是与塔尔塔罗斯结合 生下一个怪物 这怪物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巨人 两只脚重重压在地面上 支撑起高不可测的身体 他的额头碰触到天庭 而他的双手向左右伸出 可以碰触到世界的极东点与极西点 正如他的身躯所显示的 他是最高与最低 天上与地下 左与右 东与西的混合体 这个混沌无序的庞然巨怪 向阿林波斯主神发动攻击 阿林波斯神一看到他就惊慌失措 纷纷变成飞鸟 逃之遥遥 只有宙斯留下来 独立对抗这跟世界一般高 与宇宙一样大的巨怪 宙斯投出一次又一次的雷电 迫使低风节节后退 宙斯乘胜追击 抄起镰刀 想给他致命一击 但低风可不是省油的灯 在近身的肉搏战中 反而是低风战优势 因为低风体积庞大 可以把宙斯团团围住 令他动弹不得 接着 低风挑断了宙斯的手筋脚筋 把他背在身上 丢到谢里西亚 囚禁在山洞里 然后低风就把宙斯的手筋脚筋 和他的闪电武器藏了起来 我们或许会以为 这一下什么都完了 无秩序的混乱 将取代有秩序的宇宙 我们看到低风得意洋洋地 坐在洞口 在手足巨废 武器被夺的宙斯面前 耀武扬威 可怜的宙斯 全身使不出一点力气 动弹不得 但一如之前 奥林波斯主神 与泰坦主神的大战 诡计谋略 巧片智取 才是最后制胜的关键 使者之神 赫尔莫斯 与厄纪潘 找到了宙斯的手筋脚筋 趁低风不注意时 悄悄拿给宙斯 宙斯重新装上筋脉 就像我们穿上吊带裤 那么简单 然后拿回闪电 走出洞穴 找低风算账 正好 低风也睡醒了 他睁开眼 看到自己的猎物 竟然不在洞穴里 一场比以前 更激烈的恶斗 就此展开 这次是宙斯获胜 怪物被彻底击垮 永远无法翻身 在另一个版本的传说中 宙斯也是先一时受创 成为阶下球 失去了力量和武器 但帮助宙斯粉碎了怪物美梦的 却是阻止多谋的凡人 卡德摩斯 话说 低风在击败宙斯后 志得意满地以为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于是 他宣布宙斯的王权已经结束 自己才是世界的主宰 而且打算 把流放到地狱的泰坦诸神 给放出来 让他们重掌大权 别搅得死不向的 专搞破坏的低风 就这样取代了宙斯 取代了正义的宇宙之王 就在此时 卡德摩斯吹起了笛子 轻妙悠扬的笛声 传到低风耳里 听得他每一个毛孔舒畅无比 不知不觉 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低风后来想起有人说过 宙斯常常把一些凡人带到天庭 欣赏他们奏乐作诗 他打算如法炮制 就把卡德摩斯找来 当他的宫廷乐师 当然 现在要歌颂的不再是 奥林波斯的宇宙秩序 而是低风世界中的混乱杂踏 卡德摩斯答应了 但前提是 要先给他一把好乐器 如此他才能唱奏俱佳 低风问他 需要什么 尽管说 我想给我的琴 配上一副好弦 这还不简单 赏你一副世界上最好的弦 说完他就把宙斯的筋脉找了出来 卡德摩斯把他安上 演奏了一首绝妙的曲子 低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宙斯眼见机不可失 就在此时接过卡德摩斯的琴 把筋脉重新转回自己身上 然后找回闪电准备进行战斗 不多时 低风这个已造反起家的土霸王醒了过来 宙斯随即用这些失而复得的法宝 一举击败低风 在另外一个故事中 谋略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这个传说中 低风并不是四不像的怪物 也不是大巨人 而是个大海怪 一尾庞大无比的鲸鱼 身躯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洋 低风住在海底一个很深的洞里 宙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为他的闪电无法触及大海深处 显然只有靠计谋 才能扭转乾坤 低风是一个胃口齐家的怪物 而宙斯有一个儿子赫尔莫斯 也就是今日渔夫的老祖宗 他将钓鱼的方法 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潘 赫尔莫斯准备了一顿香喷喷的鱼儿大餐 要引诱大海怪上钩 低风果然出了洞口 狼吞虎咽起来 但他吃得太多了 整个肚子鼓鼓的 当要回洞时 他因为肚子太大而卡在洞口 只得瘫在岸边 正好成了宙斯的活靶子 宙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垮了低风 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诞的故事 其实都告诉我们同一个教训 在统治权看似巩固稳定时 最高权力的危机也随之而来 秩序一旦建立 一股混沌 混杂 纷乱无序的势力 也会起而反抗 威胁这个世界的主宰 宙斯似乎被击倒了 为了重建王权 他必须求助于第二线的人物 这些其貌不扬 看起来不甚威武的小神或凡人 对混世魔王无法构成什么威胁 但也因此不会引起怀疑 于是凭着他们的机制 宙斯才能拾毁武器 击败野心勃勃的造反者 重登宇宙王者的宝座 宙斯真的就此霸权在握了吗 还早呢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他与巨人族的恶斗